你拍戲 你說什麼 從不會說客家話還要練 然後還要演出一個 接大鼎告別式的 你要去實習 對 因為那時候 出進事務所的時候 其實也是講說 劇本很好 而且已經等了很久 就是終於可以拍了這部片子 然後 但是要講客語 雨萱你會講客語嗎 我說 我只會報捷運站名 這樣子算嗎 對 然後 但是 就後來到了製作公司 然後碰到一個客語老師 他就要先測試我的客語能力嘛 那也沒什麼好測試 因為我真的不會 那就變成說他講一句 我跟著講一句 然後 後來他就直接 就出去跟製作人講說 因為我 他講的每一句我都可以跟 就是我的語感還算不錯 我的模仿能力還算不錯這樣子 對 然後那個時候開始就是 好確定了這個角色之後 就要開始 第一個要開始學客語 因為全客語 然後 被劇本全客語 就跟你 你現在哪一個劇本叫你全部念英文 對 可是我們那時候真的是看外星文的感覺 因為老師就教我們 用羅馬拼音的概念 把每一個字都寫成羅馬拼音 所以我的劇本上面就是 滿滿的羅馬拼音 然後我寫完之後 我自己也不知道在寫什麼 然後我照著念一次 我也不知道我在念什麼 老師說 做得做得 動號動號 我說 完全 就完全不知道 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情 但是就 這個也太難背 你把這一句背起來 你那個 台詞是 漏漏等 對啊 你那個角色的情緒 情緒也要顧啊 節奏怎麼顧啊 就 就只能 想辦法讓自己 先熟悉這個語言 那時候 每天在那個高雄的宿舍 就是打開客家電視台 就一直盯著看 管他有聽不聽得懂 反正就是 那你會不會這一檔拍完 你現在完全客家化都可以對談 可以 這對談都可以了 可以 那命運好好玩 那特意來講講看 娘運 董後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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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是這樣講吧 可以 老師 他這個不是直譯嘛 這是意義 意義嘛 董後告就很好玩 很好玩 不是好好玩 是很好玩 是 那老師你覺得他發音算準嗎 很準 他視線腔 視線 對 我們都學視線的 厲害 是喔 哇 好棒喔 真的耶 那你那個什麼拍戲去 當去接大體那是什麼 因為我們要演禮儀師嘛 然後演那個禮儀專員 所以我們必須要對這一行有所了解 就真的是去實地去實習 然後我們就打扮成像他們的禮儀專員的樣子 就白襯衫黑褲子 然後綁馬尾這樣子 就跟著真的是禮儀公司的專員去醫院裡面接大體 然後家屬都不知道 你們是來實習 對 但是我們也有戴口罩 對 就是還是有刻意隱藏一下身份 我們就只是看而已 就只是跟在旁邊看 難免還是會有一點 但是就讓自己的心態就變成說 我是來觀摩的 而且我就催眠自己說我是個禮儀專員 所以我對這個東西我是不能怕的 是真的來學 對 我們必須要把王者是當作自己的家人一般 算不算 妳這麼年輕的算不算是第一次看到真死人 是 對 那個姓氏 妳說往生者 往生者 往生者 除咱們 對 都真的有三條線 對 我想要跟你拿一個金鐘獎 你不要這樣 好的 來 對 然後除了去醫院接大體以外 我們也觀摩了整場的告別式 對 然後就是包括從那個 從冰櫃裡面移出來 入戀什麼的 我們通通都跟著在旁邊看 然後到告別式的整個流程 結束了 我們還跟著去火花 妳入圍 入圍金鐘女配 唉唷 對 就 妳看 努力是有回報的 有下苦心對不對 就會有回報的 對 所以其實就覺得自己 一直以來運氣真的滿好的 也夠努力其實 她的心態也很感人 對 對不對 這是真的 覺得說一直以來運氣都滿好 靖倫就不一樣 靖倫雖然得了金鐘獎 但是是覺得 這不是我想要的 你是想要得金馬獎是不是 金曲獎 金曲獎 但也沒有說金鐘獎 我得的意外 意外 拿到 因為這是從歌手出發 對 最想要的應該是 先拿到金曲獎 怎麼料到 竟然金鐘獎先 就有點奇怪 然後現在因為這樣子 都會跟那些其他人 你如果想要拿到金鐘獎的話 你第一件事情要做的 就是去參加歌唱比賽 你要拿金曲獎的話 你去參加可能新聞播報員之類 可能會倒過來這樣 就很奇怪 你的命途就是這樣 那我一直到現在還是有一個 執著就是想要唱歌這樣子 因為有時候在家裡一直有 他好像一個毒癮一樣 你不唱渾身 不舒服這樣子 他真的是我遇過最愛 約KTV的歌手 通常歌手都不太去KTV啊 然後我是就覺得 我平常工作都在唱歌 你還讓我去KTV 他真的是 大概一個禮拜要約一個人 真的 一兩次 狂約 因為也沒有人可以跟我出來 所以每次都約宇軒 然後就兩個人就夠了 不用太多人我也不喜歡 你們就兩個人開個小包 然後就可以開唱了 就唱 我是當成練習 他唱KTV不是在亂 我們很平常去KTV都是在亂 都是在亂唱 他是要唱完之後還會說 你覺得我剛剛那首歌唱得好不好 你覺得我如果拿去 那個什麼節目的話 這樣子可以嗎 還是我應該要唱什麼 那宇軒你不會覺得這個人很煩嗎 很煩嗎 你約我來唱KTV 我們不是就是來放鬆跟娛樂的嗎 我就每次去打倒楓 他把他當錄音室了你知道 對 然後可能這次沒唱好 他還要求再重唱一次 Oh my God 那問題是他能不能給你唱一首啊 會啦 他會讓我唱 那就變成說我唱我也沒辦法放鬆 因為他會說我覺得你剛剛那首歌 你會檢討你 我覺得這首就是 就完全不是放鬆耶 我覺得宇軒你最近是不是有退步 去是讓精進歌藝啦 對 所以這也是代表靖倫真的好愛唱歌 而且對自己要求非常高 是 來 我們先回到命題上來請教冠宇老師 老師 有些不良的風水來提醒大家 一定要特別小心 否則會讓人家入錯行 會很辛苦 而且財都守不住 我們就要介紹一個 第一個我們看的是什麼 你看載屋前線千流入洞線 這種煞是什麼 千流入洞煞是什麼 就是我們從這個圖來看 所以住在這棟房子 你看前面這個路的時候 這個鐵路要經過鐵路 這個地方是剛好一直下坡的 所以住在這個房子的對面 路是一直下坡下去的 那就是我們在風水也講這個 錢採就一直往前傾線 這個馬路呢 那個馬路就一直下去 剛好直直的一條路 那就是這樣 剛才就像我們牽一條扭 拉著一條扭一直拉著往前走 你拉著往前走 這個扭就鼻子拉著走 所以你一輩子當中 你就會被別人拉著 你拉著走的時候 很容易就入錯行 所以旁邊的 慫恿你 或是什麼狀況 或是被逼了 譬如說有時候我們藝人 然後被牽了 因為公司就這樣做 它不可能順你的意義 一定要怎麼做 你就要去適應 但是這種情況 如果你做這種房子的時候 常常拉進去以後 常常就賺不到錢 錢採有多工作賺不到錢 那為什麼叫路洞線 我們再看 這個地方的時候 這個鐵路的時候 鐵路它有這個牌樓 有沒有 鐵路的時候它有一個 平交道那樣子 平交道它有限高 限高放卡車太高的時候 它有電線 有那個鐵路的那個電線 高壓電線 所以高度限制 所以你這個 你從房子看過去 就像一個山洞 或者是你的房子前面 房子前面的時候 就是人家那個寒洞 或是有一個橋洞一樣 都是這種線 所以它這樣出來以後 整個前面就 那個房子在你房子 看出去那個洞以後 就一條路直直過去了 那就牽著一條鈕 往那個洞線裡面 因為它是傾斜下去的 就往洞裡面拉了 一拉的時候 常常就會被 拉到那個死骨頭 拉進去以後 一輩子 你都是不是在你自己預期的 你所要的理想的東西 所以常常就入錯行 所以入錯行之後 到最後一拉一請線 錢採 很多工作很多錢賺 那鎖了也沒話鎖住 一定會讓你 這一段做了很多 那這一段全部都沒了 又用光了 那用光的時候 又來的時候一直在 日復一日 這種現象一直在產生 所以人生裡面就會 從這樣彩色就變黑白 黑白又彩色這樣來來去去 所以要特別注意說 住到這種 千牛路洞煞的這種 這種房子就要特別小心 都要特別的注意 第二個我們可以看到 窄屋外環境 尖煞 尖煞 夾塵 什麼尖煞 我們這個圖可以看的時候 這個圖可以看的時候 這個馬路 如果你住在這一棟裡面 這個馬路是三叉路口 這一棟 這棟房子 這邊還有一個路 所以說整個你的房子 面出去的時候 前面是路一個返工 又一個插路 那你坐在這邊的時候 你這邊是一個插路 那前面又返工回去 那這種情緒就是說 周圍環境 你旁邊的人 或是你的老闆 常常就是把你當人頭一樣的 把你當人頭拿去 把你拿去用了 但是又不給你錢 那你或者你的工作 常常就叫你去做這種工作 但是這種工作到最後 你又去背著黑鍋 所以常常就說 這種狀況就是 它是一個返工 加上一個尖煞 所以一個離頭在這個地方 所以這個尖煞 就是兩條馬路的三角交叉 就是尖煞 還有沖煞 就是馬路返工煞 直接這個馬路 從這邊就可以看到這棟房子 所以這種就是沖煞 這種沖煞 兩個就會外圍 兩個就是代表有多方的 那個陷阱在讓你跳下去 所以有時候 我們常常就是人生裡面 就因為居住的環境 就會導致我們有那種磁場 就會你周圍的人 就會一直把你帶到那個死不痛 帶到那種不好的空間 所以你想要 達到你想要一起 完全沒辦法一起到 所以就是說 我們會浪文入錯行的原因 是在這外環境 外環境來誘導 或者外環境可能 有很好的空間 有很好的機會給你 他誘導你走 但是結果那一家公司看起來是很大的 很旺的 很有前途的企業 但是你進去以後 這家企業可能它裡面是一個陷阱 所以我常常看 以前看的最多就像 像這種房子 以前最多像投資公司 以前那個吸金公司的時候 像現在我們都知道說 全世界現在又開始流行的一種吸金公司 那個吸金公司 現在常常有人像這種情況就會被吸走 如果你的房子很好 你就很容易在 你的房子是方方正正的 馬路又直的 很平排的時候 你就會在這種機會 可能你進去以後 三個月五個月 錢進來你就 落袋為安了 你可能就離開了 跳開了 賺了一倍的 其他可能你都出來 一百萬兩百萬丟在那邊 反正他是賺的 那不守衛 所以當我們住到不好房子 有像這些東西 這些環境的時候 一定要特別注意 不然你一生當中 你在怎麼樣 你一定會入錯行 所以說入錯行又無法守在 很正常這種現代都產生了 所以提供給各位做參考 睡覺的時候 過拳 一般人睡覺 你應該是很放鬆啊 睡覺的時候 這個應該放鬆輕輕鬆鬆啊 沒有人睡著 親人都過拳 親人都這樣子啊 因為手頭很緊 手頭很緊 這樣睡啊 這樣睡 這樣睡 睡五年啊 如果是這樣 再加上你一定這樣的話 一定晚上就睡不好嗎 輾轉男女